好的各位学 那么这节课当中的话 我们来讲解一个变换对象 那么这个素材的话 大家可以从文件夹里面 直接这个拖动到我们软件里面去 以拖动的方式 拖动到我们软件里面去 变换对象呢 什么叫做变换呢 那么这个工具这个命令在哪里呢 那么在之前我们讲过菜单的 哪一难叫菜单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当时这个黑色这一难 文件菜单对吧 编辑菜单 排列里面有个叫做变换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是主要讲解这个变换 那么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图形的基本编辑的话 包括改变图形的位置 大小比例旋转 还有镜像和倾斜 那么这些呢 其实在我们在图形编辑当中 可能有时候会经常用到的 这也是我们后期排版 可能当中也会用到的 那么在排列菜单里面 记住了排列菜单里面有个变换 变换着指菜单里面有位置旋转 镜像和缩放 大小 倾斜 这几个命令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一一来看这几个东西 到底是来干嘛用的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打开它 那么当然单击打开的时候 在这里面打开 它会在软件右边出现一个博物窗的窗口 这边的话老实说一边 这个一边空白 怎么回事 这个按钮叫什么 叫折叠的 一折叠它就缩小了 把它折叠起来 一单击就放大的 展开的 展开 但是这边如果做一边空白 你看这边一个叉叉 就是关闭的意思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向下滚动博物窗 单击的话就把这个整个展开了 这样的话就把它 像你的窗口 最大化最小化一样的 就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通过在这里面进行来观看它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 也就是第一个 我们变换当中的一个叫做这个位置 使用挑选工具 在这边的话 我有几个素材 当然的话把素材进行 拖动的C2板击里面去 几个卡通的 你看小女孩对吧 我们这几个 它是全主的 在属性能当中 可以单击取消全主 取消之后 它就一个人一个人 是吧 没看到 它就一个一个的是吧 但是在里面的话 我要把它进行调整一下 这几个小女孩 我把单独的一个小女孩进行选中 在属性能当中进行全主一下 单独的小女孩 这是一个小女孩 你没看到 把这个小女孩给它选中 拉过来 好了 这个我们选择需要移动的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需要移动的对象 把它拉得远一点 可以适当的拉大或者缩小 对吧 缩小一点 然后我们在对象上面 按一下鼠标左键进行拖动 可以调整到任意的位置 对吧 但是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用鼠标拖动的话 是调整到任意的位置 对不对 是不是任意的位置 我都拖动这边 我刚刚在哪里 刚刚在那边 拖动到这边去了 对吧 是我们刚刚在这边 在左边 比我拖动右边 这是我们通过鼠标进行调整的 是吧 那么在这个位置当中 在我博窗里面位置的话 它有个精确的东西 就是有个精确可以调整的 叫做什么呢 我们移动对象的时候 xy轴它会再移动 大家看到没有 它会移动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 大家注意看 这里面目前的数值 是它的一个坐标 xy xy对应的就是说 x轴上的 比如说现在x轴上 代表的是800 800左右 802 那么对应的左边的话 是多少 是400 400左右 是397 那么就是横向的 是横向的 这个标识上面的数值 就是x 重向的标识上面的数值 就是这个y 明白吗 打比方说 现在的话 这个人物的话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他本来这个位置 我想把这个人物到这个0 这个y的话为0 y是0 然后这个的话为800 0到800的一个交叉点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你不明确的话 可以拿出一个辅助线 在这个线 那之前也讲过 如何教你们拿出辅助线的 是吧 那是一个辅助线 0到800 我大概估测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输入一个叫做800的 这个里面输入一个叫做0的 对吧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输入的0 应用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对象选中一下 刚刚没有选中我们的对象 把我们对象选中 然后这边的话为800 这边的话为0 应用一下 好了 好了 大家看一下 刚刚输入了一个800 现在为0 把它看着加低返回一下 这个是800 这个是0 对吧 应用一下 800到0 我们把它进行应用一下 你们看到 把当前这个对象给它应用一下 应用它的一个位置当中 但是在这个里面注意一下了 把当前这个的话给它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一个数字给它有点偏移一下 我们把它重新移动一定的位置 X为800 Y的话为0 800 不要搞错了 800 不要说得多了 应用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就正确了 现在就正确了 没看到 它就到了我们指定的位置了 这个的话 其实通过一个坐标指的 如果说在CDA软件会的当中 你需要明确跟清确的 把一个图形 你让它到具体的一个数值 具体的数值的一个位置了 可以通过这个来做 但你用挑选工具的话 它不太精确 挑选工具一般我们需要图形 移动的某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是我们图形的位置 并不是准确的一个位置 对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个辅助线的话 给它删除掉 选中它按键门上 DELAY再减删除掉 选中我们移一下之后 然后在这下面的话 一个相对位置 什么叫相对位置呢 我们在这边进行勾选一下相对位置 勾选相对位置之后 在这个里面大家注意看了 勾选相对位置的话 它是指什么对象 或者对象的副本 以原对象的这个瞄点 作为这个相对的一个坐标的原点 沿着某一方向进行这个移动到相对原位置指定的一个距离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对象呢 它是以对象本身 以它本身为一个这个坐标点 以它为基整点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有个叫相对位置 勾选相对位置 它们会拧的 因为我以它本身为这个中心点 为坐标点 那么在这个下面有上下左右中 那么这个的话只是我们选择的 比如说方便我们选择 比如说我要到左下角 那么勾选左下角 它边X和Y就有距离了 这个距离什么距离 左下角在原对象的左下角 就相当于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距离我们对象的话 向左多少毫米 向下多少毫米 对吧 这边的话都有个复数 那么在这个里面看一下 如果说我应用一下 它就会到左下角 我要到右上角 它就会到右上角 到中心的话 你是到中心有用吗 它现在就在中心 所以说没有用 到当前这个对象的下面 因为它我们选择的对象 就是当年这个对象 在当年这个对象的上面 那么就是上面 你们看到 以当年这个对象为基准一点 那么这个 这个是当年这个进行做的 那么如果说 这是副本为0的情况之下 但如果说副本为1的情况之下 我们向左下角 它就会分身 这小女孩已经分身出来一刻 没看到 分身 这是唯一的情况之下 你说那个老师 他现在这个女孩子 这个愤怒了 抱胖了 要打架了 怎么办呢 他可能一下子怎么样 变出10个出来 他愤怒了 还是左下角 一下子就10个出来了 没看到 你干不过他 大家可以看到 你干不过他 所以说通过这样方式的话 你可以变很多 你怎么变都行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 当然我把一些多余的给他删除掉 我把一些多余的给他删除掉 比如这个小女孩 这个他比较厉害 小女孩这边比较厉害 他是怎么厉害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注意看 组成一个图形 这是一个小女孩是吧 我给他改成 一 就一个 然后向下 应用 应用 对吧 三个了 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向右 一二 再向上 减错了 向上 应用 应用 对吧 向左 应用 是吧 我选择这个图形 把这个图形给他删除掉 选择这个图形 就给他向上 应用 应用 向左 应用一下 这是一个图形 什么图形 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是吧 把单元这个图形的话 通过鼠标 在这边的话 把它复制一份 我们向右 把单元这个图形的话 给他向右 向右多少呢 现在向右的话 在这边 我们通过向右 他有一个数值 叫做69.222 69.222的话 我觉得不够 我觉得要 给他改个 200 应用 到这边来 是吧 这个数字可以自己更改的 虽然说下面选的 但是我们这边输入的话 就是他 就是我们现在对象 与之前一个对象 他们之间的距离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的话 再给他拿一个 向上 向上 看一下这个的话 当前这个对象的话 我把它重新设置一下 我选择他 选择他之后的话 这个 这个 X 就是200的 这个的话为0 不需要 为0 应用一下 那就向右了 然后的话 我再向下 应用 再向下 应用 然后向右 应用 应用 再向下 应用 应用 再向左 应用 应用 但是这个图形的话 向右 应用 应用 好 大家看到 这个的话 其实我组成了一个数值 8 5 对吧 对不对 相对 好像组成一个数值 其实大家也有看到了 好了 这个的话 是关于讲解什么 关于讲解我们这个旋转 关于讲解这个 其实不是旋转 这是第一个字架的位置的 接下来的话 我跟大家去讲解这个旋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